哇 剛才聽見周深唱歌 我就激癢了 周深卻是一個非常好的歌手 我聽他的歌聲我覺得很難 但是他是一個難高音 難中音 我是一個難低音 所以就不好在這邊獻醜了 沒怕的他現在還見過 你最喜歡聽哪首歌 好像沒有 最喜歡哪個明星 周深 那你喜歡聽他的哪首歌 喜瘋了 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喜歡聽什麼歌 可以分享一首嗎 一路生活 周深唱的 C26日下午第14屆 北京國際電影节闭幕室紅毯開幕了 歌手周深黑色西裝帥氣亮相 笑容活力滿分 一路都在跟記者們回手打招呼 排安招後不小心又迷路了 還在原地掉頭太可愛了 周深去年第13屆 北京國際電影节闭幕室中 他曾親情獻唱光亮 悠扬靈動的聲音 讓大家共同感受光影 點燃內心光亮的無限魅力 為此周深還收到了 雷影節摧淚淡的景旗 老師我給你準備了一個景旗 雷影摧淚淡 然後我們還有幾個問題 就是老師去年把張聰明老師唱哭了 今年也是準備了走心快的歌曲嗎 張聰明老師看到他故人 然後剛好覺得是很幸運 自己的歌在那個時候 應該是想起來吧 然後今年的舞台也是一個比較走心的舞台 希望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靜靜地去感受一下 裡面想要表達的思念 前段時間有被聯合國邀請到第15屆 中文日的表演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驕傲 能夠在聯合國這樣的平台去演唱中文歌 然後也怎麼說呢 盡自己努力讓更多一個人去聽到中文歌的美 我覺得都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百零鳥》周深確實是舞台催淚蛋 實至名歸 周深在第14屆北京國際電影节闭幕式 即頒獎典禮上 周深帶來一首唯唯動聽的《旺》 致敬那些為我們留下過永恆記憶的電影人們 一句簡單的歌詞 周深每次都會唱出不一樣的味道 但也是一股溫暖的微風 那是不可抗拒的溫暖 我們總會繞啊繞 繞啊繞 也沒能繞開生疏這一步 逃脚過世間萬物 都於事無補 好在你還沒有對我恨之入骨 怎麼會逃啊逃 逃啊逃 也沒能逃脫生疏的領悟 難道是心無歸屬 才荒唐無毒 好在你還沒準備好 周深望舞台唱盡思念 舞台上這個造型可比紅塔好看太多太多了哈哈 周深不愧是Live的男神 少女又一次領略到了實力唱將在Live中的真實魅力 強大的自信心讓周深的現場演唱越來越生動 越來越棱角分明 越來越扣人心弦 周深的確是讓人很放心的頂級唱將 央視六公主請周深參加電影節 好像真的就是為了炫耀 上次說一整年裡 中國電影每個輝煌瞬間都有她的歌聲相伴 這次又說沒有人沒有聽過她的歌 這次把大鱼帶向了國際 讓更多人卻聽到中文音樂的美 當然電影頻道融媒體中心中國電影報道 1905點網官博和M視頻等央視六公主旗下的眾多官威 每個都At周深連發多條周深 不僅分享了周深旺的舞台 更是分享了周深入場走紅毯 清唱 後帶花絮等視頻 六公主就是這麼的寵愛 昨晚有多少人只顧著看周深 在北京國際電影節閉幕室了 忘記了昨天是周五奔跑把開播 這期好看也感人 周深 宋雨淇與沙逸流淘雙想奔赴 喜歡這種正能量的價值觀 相互信任的感覺真的特別好 感覺被淘姐上了一顆 嗯 好看節目 對 你懂我那個感覺 心很暖 我們想感受到這個世界的美好 對 還是有愛的 從來沒有問題 我看到淘姐我就莫名其妙一種 我也是莫名其妙一種 對 就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方姐說當我們說我們拿了五個東西的時候 她就知道我們是全部相信她 所以她就全部相信我 就這種有一種雙相奔赴的感覺 那咱倆不是拿了倆 倆木希 她就知道我們就是不信她 真的是感受到了真善 謝謝淘姐 我們愛你 必須 啥哥一直 啥哥一直都很善良 另外周深受邀參加聯合國第15屆中文日 專屬花絮最終帶來了 上週 除了把華語樂壇帶到聯合國 周深還在聯合國新聞小編的陪同下 逛了紐約聯合國總部大樓 你們知道聯合國是哪年成立的嗎 目前有幾個會員國 中國送給聯合國哪些禮物 一起看看周深的神度遊 和時深一起走過那些見證人類歷史的會議廳和長廊吧 最後要說一下周深官宣了演唱會 深圳站 將於4月30日晚20點開啟預售 大家可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就再來近距離的觀賞一下這個世紀堡壁 哇那今天的三建國禮都看到了 對 不過話說回來 深深這次來的可真是感情 連國大會堂和安理會會議廳當天都是會議不斷 所以我們的參觀也只好忍痛和愛啦 那就留一點遺憾給下一次吧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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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從奮鬥的時刻 我相信 我相信 凱哥導演 再次祝賀 要繼續創造出優秀的作品 是的 再次祝賀凱哥導演 我們看到凱哥導演 在跟各種各樣的我們的友在致敬 大家也再一次把祝福送給了凱哥導演 我想這就是電影人之間的欣欣相惜 在分享凱哥導演的喜悅 同時也是感謝我們所有電影人在這個舞台上獲得的榮耀 熱情的掌聲送給他好嗎 電影人的榮耀 謝謝 謝謝各位 頒發終身成就獎的 初心不倦 只要步履不停 有請導演請您就座 有請 谢谢大家